今天德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 时间点是在半夜凌晨的时候 然后早上的时候大概就过了 中国大陆外交部今天三度回应 有关台湾海峡这个问题 不是航行的问题 台湾不是航行的问题 这一题要看从政治 从外交战略的角度来看 毛宁说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跟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 台湾问题就不是航行自由的问题 而是有关中国主权跟领土完整的问题 所以呢你看哦 俄罗斯国防部长扶名上将 他也出席了北京的湘山论坛 同时他也提到了一个很明确的点 也是跟台湾有关 他先批美国挑起台湾周边的局势紧张 然后再指责美国的盟友日本 不可逆转的走上了 复仇主义跟摒弃和平主义政策的路线 俄罗斯看在眼里的 俄罗斯说的是大白话 对 这个德国这两艘军舰 一艘是这个巡防舰 一艘是补给舰 他这次是从韩国 通过台湾海峡 往这个印尼航向 他很早他就放话了 他公开了 这个他讯息公开中国大陆就抗议 中国大陆这个讲法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这个不是啥 不要打着航行自由的这个旗号 挑衅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中国大陆把这个调子也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基本上是防危杜见 因为他不希望这些欧洲国家 也跟着美国还有日本 在整个西太平洋 有太多的军事行动 因为你可以说他是自由航行 可是你这个不是游艇 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商船 你这是军舰 军舰去搞自由航行 军舰本身就高度敏感 那我个人的研判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基本上还是美国 对于他的这个北约的盟国 提出一个普遍性的要求 就是要这些国家 把他的军事舰艇 甚至这个军事的航空器 都调到太平洋沿岸来 尤其是中国大陆周边 我想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 对一个怎么样 执行他的战略的一部分而已 那德国已经可以说是 欧洲国家里面 大概最晚采取这个动作 即使英国加拿大 法国 法国连意大利 也不都走了吗 那德国他刻意的走在最后面 然后呢他在整个过程中 他接近的时候 他把他的这个识别 这个船舰识别系统全部打开 然后呢照我看这个报导的 他是走台湾海峡中线以东 没有靠中线以西 比较中线以东 比较靠台湾这一边 靠台湾这一边经过 那这个过程中 中国大陆他接近这个 中国大陆沿海的时候 就已经全程的监控了 然后呢大陆应该是 对德国这个举动相当不满 我想基本上的话 就是认为 这个是一个不友好的行动 那当然这会不会严重影响到 大陆跟中国 德国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那我想就是说 就德国政府来讲的话 公开讲是一回事 私底下我觉得他们会 对中国大陆做一个解释 为什么有这个动作 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基本上 我觉得是美国的 整个战略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部分 德国是被动员来的 那我觉得也不必 太高度来认为 这是哇这个欧洲啊 什么德国啊 对这个台海的政策有改变 或者说德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 一个宾尾点 我倒我认为还不至于 不过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对于 外国的船只 尤其军事舰艇 经过台湾海峡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抗议声音 是越来越强 所以呢也就是也显示了 中国大陆现在第一个实力有了 第二个呢也在预防将来 如果台海生事的时候 那么其他国家 对这个整个台海 有这个军事冲突的时候 其他国家可能会有的反应 中国大陆现在就先把它释放出来 把这件事情的敏感性 讲得很清楚 那我觉得不只是针对眼前的 还对于未来台海的情势 他已经做了这个 所谓的先制性的工作 最近在香山论坛 其实很多的这个军方的高层 比如说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 但他很明确就说 中国在南海的耐心是有限的 我觉得也可以等同于 中国对于台湾海峡这边的耐心 是有限的 对不对 专将军 因为这个话就是针对 中国跟菲律宾的问题 因为这个船舰穿越 这是什么严重问题 而且德国已经表态了 我最后一个来 我不能不来 我把全身灯光都打开 你看到 而且走台湾海峡 靠台湾这边 因为德国现在跟中国大陆 正在处理汽车的问题 他敢得罪中国大陆吗 他说我是没办法 我后面有一个老黑社会的 我被逼的 被逼的 因为他们来自 因为美国在日本 举行一个联合军演 那各国派来的船 都是很老旧的船 我们仔细看一下 那个意大利那些船 都没有什么战力的 就是好像春秋战国 你们都来会盟 壮大我身世一样 顺便你们去挑衅一下中国 是这样的背景 德国又是红绿灯 三个政党意见都不一样 我们很体恤德国的心态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不必把它夸大 但是中国的耐心已经算是 因为你台湾海峡这边在挑动 每一日在演习 菲律宾在那里耍无赖 碰瓷 到现在中国大陆没出兵 军舰也开去了 民船也开去了 托船也开去了 对那两条线 冰交的两条线 你还没耐心怎么办呢 我觉得已经耐心够大 要不然这样会拖到没完没了 印太地区感觉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活种 对 所以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继续问一下帅将军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国防部 在中秋节之前他们说 他们现在在库斯各地区 已经让乌克兰节节败退 他们最后一定会完全被逐出 就是说俄军在库尔斯克发动了 这个大反攻是有效的 然后最近有一个消息面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在战略高地也讨论很多次了 美国到底给不给 给不给就是美国的这种远程的导弹呢 到底给不给呢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匿名人士透露 美国可能会先开放乌克兰使用 英国的暴风引飞弹 还有法国的同型飞弹来打 为什么呢 我们就觉得美国很奸诈啊 他就是怎么样呢 我自己 我美国的武器先不上 你们先上啊 这个一枚一百万元呢 理由是英国法国支持这一项举措 但仍不允许使用美国的远程武器 为什么 美国就怕被俄罗斯报复啊 会不会针对这一点 普丁就认为你美国就是有参战呢 反正现在俄罗斯已经定调了 你北约就是有提供武器 你北约就是有一起来打我啦 帅上席你怎么看 首先我今天讲库斯克的问题 库斯克俄国要反攻 道理很简单 就将来和谈的时候 你不要想拿你占我一块地 换我占你的地 这个议题给你连根拔掉 你那个也就 你原本打了算盘 你这个算盘我就给你一把抹掉 然后红军圈那边攻下来 更多的土地 你不要想拿来跟我换 这是基本心态 大家先搞清楚 第二个批准远程武器 这不是很好笑吗 极力主张乌克兰要打的是你美国 你美国多的是远程武器 怎么叫这些兄弟先上呢 你们看到这里面有个什么契机 我告诉你 川普叫的American Great Again 这是所谓美国的Grand Strategy 就是国家最大的国家战略 它最大的国家战略是什么呢 俄战略可以消耗俄罗斯 的确到现在是消耗了俄罗斯 第二个也削弱了欧洲 因为你欧洲削弱差不多 你只有对我美国俯首称臣 我言听计从 所以你现在让这些欧洲国家去惹 俄罗斯 俄罗斯对你的报复也会反感更深 那你是不是更要依赖我美国 我跟你讲前几年北约已经快要解体了 大家都快快乐乐去赚钱 谁在那边打仗 俄乌战争一打北约复活满血复活 美国割韭菜成功 对他这个割韭菜是小的 我给你讲大战略是什么 我所有的敌人都被我掌握住了 俄罗斯被削弱了 欧洲也削弱了 欧洲削弱更依赖我 然后我才能集中全部精力打中国 要对付中国 所以这个战略欧洲 为什么 20年前欧洲就有了钱以后 想脱离美国的控制 最有名的就是法国 法国跟德国曾经想主张建立欧洲同盟军 欧洲的武器发展 我到德国跟法国参观过他的兵工厂 那个时候都又在搞第四代第五代的飞机 都在搞了 那后来还是因为赚钱第一 美国保护得很好 所以国防工业就停下来了 对 所以现在欧洲已经被削弱了很多 因为欧盟跟欧元体制 也是世界三大金融体制中间 第二大的一个体制 对不对 那你现在美国搞 欧盟快要分崩离析了 就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欧盟 敢跟我美国argue或者是不听话 所以这个东西大战略 不是是对外不方便讲的 它只能讲 美国是最大的一个 How to great 就是单级 它就是要霸权 它就不容许第二个多级 双级跟多级出来 那竞争双级的只有中国 所以它真正的目标是中国 现在玩的游戏是 削弱了第三号敌人 拖累了第二号的盟友 他就可以掌握这两块 全心全力对付中国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战争 打得现在奇怪 你美国也拍了东西去 还要限制这个长的不能打 那个打短的 只能打这边不能打那边 对 那因为制造欧盟跟俄罗斯的仇恨 因为俄罗斯的口出 除了任何话 欧洲都感觉到威胁 他怕 对不对 二十大战的阴影还在 最近有一个消息 就是伊朗终于向俄罗斯 交付了200多枚的短程弹道飞弹 射程120公里 而且据说超过200枚 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现在美国很紧张 赶快啦 英国 法国 你赶快把那个飞弹 给乌克兰 因为这场仗 还没选举 选举前你们不能败 好 我们接下来看 你当普丁是塑胶 你当他吃素的 我请教建文几届大使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布林肯在访问基辅的时候 就暗示了 美国现在可能会松绑 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 你看美国有多狡猾 先用英国的跟法国的吧 因为普丁已经说了 如果你们这么做 就等于西方国家卷入乌克兰战争 白话文就是谁给 就是谁跟我对着干 我都看在眼里 英国你要给是不是 首先我们先来看 马上外交官就直接把你驱逐了 而且罪名叫做 从事有关于间谍破坏行动 金文几届大使 以这个外交战略政策的角度 你怎么看呢 俄罗斯驱逐外交官 虽然说他们也常驱逐啦 不过刚好时间点比较巧合嘛 对对对 这个是对英国先给一个警告嘛 因为这个暴风影 基本上是英法核制啦 如果这个也被用到 用到打俄罗斯本土的话 那普丁真的可能就是说 会做更明确的报复吧 不过你也可以看出来 美国有多贼嘛 对不对 他核准了半天 拜登核准了半天 是核准英法核制 这个煤炭先用 美国的陆军战术飞弹 他没同意啊 甚至美国的海马斯火箭 他也没同意啊 海马斯火箭也可以打到 100公里啊 对不对 这个最基本款能有100公里啊 那更达远一点 还可以打到300公里了 那就像 要英国跟法国怎么样 先去试试看 那个俄罗斯要怎么报复嘛 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出来了 真的在战争的时候 都是自己的命最宝贵 别人的命先拿去死 当然拜登现在的考量 就是说他要 他要哲伦斯基要撑到 起码撑到11月5号吧 要10月5号你就怎么讲呢 就决定性的战局 那所以这个 现在这个时间要算得很准 为什么普丁说 10月1号你要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入侵俄罗斯本土的 这些乌军通通赶出去呢 对 10月1号 如果乌军打这个 这个俄罗斯本土的军队 全部被歼灭的话 那拜登还怎么选啊 对 还有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学生 或者他的接班人 贺锦丽的话 就会受到损伤了 所以其实那天我看这个 拜登在上飞机的时候 美国记者问他说 那个泽伦斯基要求啊 用我们这个 你美国跟西方的武器 去打俄罗斯本土 你到底你会不会同意 那个时候拜登讲的那个话 讲的就很有学心 他说 We are working it out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正在 不是在处理 他要work out 我们正在要work out 意思就是 我觉得已经是肯定了 果然没错 先把英法送上去 对 对不对 那就看俄罗斯怎么反应 那我也不认为俄罗斯 会真的像普丁这样子 直接飞弹就打英国法国 倒不会 他的话也有很多解释空间 他说 我们四同 西方国家直接卷入俄乌战争 对不对 他这讲法他有很多空间 那对 这个普丁来讲的话 他在等什么 他在等 拜川普当选 川普当选 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他现在一定要怎么样 帮川普一点忙嘛 所以呢就要打击拜登 所以10月1号先把这个 这个师土先收复 另外一方面 现在红军城也差不多了 对啊 一慢慢打慢慢打 我常常 我很早我就说 这个他在等一个好的时机 再把它拿下来 对 到时候让你 怎么讲呢 就是说让你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拜登 这个选情 还有民主党的选情 受到俄乌战争 极大的影响而落选 他要达到这个结果 所以呢 其实普丁在干嘛呢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啊 有没有卷入战争 其实说穿了啦 普丁说了算 我觉得你有就是你有 我觉得你没有就没有嘛 然后接下来呢 你以为只有你有朋友 你以为只有你朋友 有导弹吗 那我朋友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想请教帅张军 因为这一题 其实我们之前有看过 白 中国跟俄罗斯一起研发的 波罗乃兹M的火箭炮 大概三个礼拜前的消息是 60辆部署在白俄边境 当时候大家以为说 哎呀普丁的这个好兄弟 白俄罗斯 炮口一致 对外对准北约 在那边stand by 结果今天的这个消息呢是 诶 好像俄罗斯想跟白俄罗斯 要这个武器 但是白俄罗斯说 诶 可是这个炮弹 你可能得跟 得跟中国要诶 我做不了组啊 另外呢 乌克兰传出消息就是 出席香山论坛开幕式的时候 乌克兰的副外交部长 透露了信息说 习近平有可能 10月份会见 泽伦斯基 目前确定的消息是 10月他主席会去参加 金砖峰会去卡山 去俄罗斯 但是突然间 这两个消息 都跟中国有关 您怎么看 你要知道这个名字很拗口 火箭 其实就是将来武统台湾最有厉害的武器 波罗乃兹 因为这个火箭炮 在中国 它的老祖宗是俄国的卡丘萨 卡丘萨只能打几十公里的多管火箭 台湾也有雷霆2000 也是打几十公里的火箭炮 但是中国把这个火箭炮改上制导 就是有导引的功能 它就精度大增 精度大增 这个命中率就高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射程家园 200公里的300公里 到现在中国大陆 拥有400到500公里的 换句话 全台湾都在这个火箭炮的笼罩之下 我一直很担心这个武器 这个武器可以把我们跑到通通市 那他把这个武器卖给白俄罗斯 但是射程没有像我刚刚讲的那么远 但是也有一两百公里的射程 那中国大陆今天要在全世界表白 我没有提供武器给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那白俄罗斯凭什么敢把这个火箭炮交给俄罗斯 所以普丁现在是有一点挖个洞给白俄罗斯跳 给中国跳应该这么说 中国已经不知道被美国逼的表态多少次 我没有提供任何武器弹药给俄罗斯 那美国现在只能讲说 你提供军民双用的东西 给无人机啊 精密机具啊 这些东西让俄国的军火工厂满血复活 所以俄罗斯打得有板有眼 那中国大陆今天 因为想将来要扮演中立调停的人 对 将来跟乌克兰是不是要见面 因为一旦中国在调停俄乌战争的时候 它的国际地位就突然高涨 而且还高过你美国 因为全世界都不希望俄乌战争再打下去 但是现在能有资格调停俄乌战争的 只有美国跟中国 那美国跟我刚刚讲过 美国并不只希望说 总统大选完了这个战争就停了 没那个事 我刚刚讲的大战略 你再体会一下 这个延烧下去 欧洲会更精疲力尽 对 欧洲才要开始消耗而已 俄罗斯也精疲力尽 他就唯恐中国在这个时候得力 所以我赶快要掌握到 单极霸权的实力 单极霸权的一个方法就是消责对手 我自己不能长大的时候 我就把人家压低一点 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想尽办法要牵中国进来 因为菲律宾要挑衅 你们早点 一旦中国发动了这个 对台的武统战争的时候 又是全世界的公敌 民主国家的公敌 让日本台湾去消耗中国大战 以前那一套战略 这才是他真正的大战略 所以你们都指望说 川普上台俄乌战争就结束了 我告诉你不会结束的 像今天这个姿态他会结束吗 不会 他只要不惹起俄罗斯用核子武器 挑起世界大战 他就是慢慢 我一再强调 美国是一个强烈的管控狂 一切要 under my control 怎么样 这个棋要怎么下 那边要得什么效果 常常是下不好 问题他还是想下 除非世界末日 对不对 除非只用核弹 世界末日 他就是核子不要盖 其他都是我 因为美国很讲究叫局部战争 局部战争 还有这个 low intensity warfare 像那个颜色革命 这些都是美国搞的 这些美国的老剧本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点不一样的题好不好 李大中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 黑悟空神话 我们都知道他卖得很好 这款游戏多热门 你知道吗 超越你的想像 目前为止总收入是9.05亿美元 所谓投资人日前就表示 其实只要卖3000万套的销量 他说在 应该说300万套他们就回本了 然后他预估他们这个销量延续 可以卖到3000万套 未来还会进行拓展 昨天也讲了嘛 有没有可能有黑神话 可能风神榜 江子牙等等 不过呢 你可别小看说 就是游戏公司嘛 游戏公司 转投资很成功也是很厉害的 尤其再加上中国产业链 赢美国就在这边 李大中教授 曾经开发原神的这一间大陆游戏公司 米哈游 他们投资了 上海新创公司能源起点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做小型的托卡马克的设备 这个设备可以把核融合发电厂的核心 那现在他们说 他们在筹资这个5亿美元开发 下一代的核融合技术 因为中国的产业链你知道吗 他们做出来的这个能源的设施呢 就比美国同类型的设备减少一半的成本 中国竞争力就在这边 对因为我们都只关心这个黑悟空 你看卖得多好对不对 而且老实说一开始 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前的时候 大家只说卖了大概最高上限200多万人 然后卖了1000万套 那到现在他已经说 在他整个产品的售期期限里面 至少可以卖出3000万套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代表说什么 你做的东西好 你自然就会有口碑 自然就会有市场 所以我们有时候对比 在几乎是同一时间的新名特工 不到两周就下架 大家还有印象吗 8月24号上市 9月6号下架退款 12天夭折 他在此卖了3000万台币 而且他投资是2亿美金 60亿台币 这么多 那现在能源基数 大家很关心 因为他是有投资 这一款中国大陆所出的 黑悟空 他是一个2020年才成立的公司 那他大概目击大概5亿美金 他主要做的是核融合 那核融合他是一步步往前走 那现在他所推的是 洪荒70 那在三年之后 他可能继续往前迈进 洪荒170 理论上如果顺利的话 他希望在2035年能够正式的投入 能够运作 那他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一个典范 他的公司小 用创新 公司新 而且他宣称能够用 比美国更省钱的方法 达到他所要做的 这种新能源的目标 对 其实这后面才是一个 我们在看这个黑悟空之后 我们才 这也是值得大家关注这些重点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一题我请教一下帅将军 因为这个有关于无人机的干扰 最近有说天津的这个机场呢 连续两天晚上都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是航班被延误 而且是延误的状况蛮严重的 那后来官方是说无人机干扰了 那12号的时候呢 又影响了十多个准备降落的航班 机场的客服说是公安问题了 当然网路上传的沸沸扬扬啊 什么是不是有UFO啊什么的 但是我想要问的问题是 有关于无人机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 它怎么可能 它无人机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吧 很难 很难啊 因为你新疆 大疆出的那个无人机 玩具机占多少啊 因为台湾都很多人在玩 那这个东西你很难管 它不是那种大型的无人机 因为造成空弹事件 小型无人机一样可以造成 因为你任何一点东西 吸入到民航机的引进里面 就比鸟机事件要严重 那这些玩家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那我们不知道 大陆也有些异议人士 他在家里面操控一个无人机 你怎么去追他 他就飞到机场上空 那机场上空一旦发现有这个东西 航班就 我们跟你讲 飞机一般民众不知道 飞机不是 对着机场就直接下来的 飞机要在五边 五边着陆 你懂不懂 它在这个 你看我们桃园机场 它要在台湾上空 桃园 苗栗 一直到台北的北边 绕绕绕绕绕 因为飞机很多 大家要排队 你看过戏院里面 会拉那个栏杆拉很长 对 就让你排队边很长 你不要东西挤在窗口 你没办法 五边着陆 所以它只要一架无人机 你这个五边着陆 排队的飞机 你在其中一边 就不停的绕吧 对 如果说飞机没找到 没被除掉 它只有改降到台中机场去了 所以这个东西 国安 因为大陆航班以前 常常误点的是什么 比如说上海 我们在上海坐飞机 15.5 什么七八个钟头 它军机出动的时候 航空也管制 懂了 他们管制的很严格 不像台湾不敢随便管制 他们那边有军演 有军事行动就管 那无人机 现在我跟你讲 连小孩子都在玩 你怎么去抓 对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一样在天津 因为天空当中出现这黑圈圈 你会觉得是什么 很多人 你又往幽浮那边想了 对不对 结果后来说 网路上网友破案了 原来是附近有一家航母公园 它有一个爆破特效 冒出了这个圈圈 这是发生在中国 但是如果在美国 同样看起来很类似的黑圈圈 是在美国维吉尼亚州 你是不是又有联想神秘52区 这是什么东西 告诉你没有人知道 目前无解 好 今天最后一题呢 我请教这个 介大使啊 茅台都卖不好了 跟打摊有关吗 有关 我觉得还是 帅将军马上说有关 没有 这个当然还是跟你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消费力 购买力疲软的原因 对 你通常你会在这种 这种酒类啊 还有这种餐饮 是最显现你的社会的 这种消费的意愿 那并不表示你这个经济衰退 而是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中国大陆现在消费者 在消费的时候 是比较怎么讲 没有像过去那么好 那么有信心啊 那原因是你房价还没起来啊 对 对 你房价还没起来 你房价事实上 它是很有指标性的 那就变成就是说 大陆不是没钱 大陆储蓄率全世界最高的 可是大家现在没有消费的信心 但是秒我给帅将军再补充一下 这个茅台被这个公司炒到天价 对 习近平开始在打这个 你参加上只要有茅台 所以大陆官员 是把茅台灌到汽水坪里面 因为茅台已经变成送礼 对 送贿赂 这是最高级的 所以这个打摊呢 对茅台也有关系了 不小心也打到茅台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